Hello 各位 大家好 我是卡洛斯 有看我的视频的应该知道 除了礼拜日教STEM之外 卡洛斯是极少用广东话 跟大家讲话的 因为我真的想透过制视频 认认真真去练好自己的普通话 但今天我想透过这个视频 做一些试验 第一就是你看到我现在的背景又转了 第二就是我最近用这部手机 来上载作品去西瓜视频 我发现竟然可以认到 广东话制作字幕 所以我今天的视频 主要是做这两项实验 第一我想试试改变我背景 主要我想试验 在六幕之后 除了可以放图片 是不是也可以放视频 以后我可以在背景之后 加一些多彩多姿的动画 和懂得动的背景 至于下面如果你看到字幕 就是表示今天我用广东话 来做字幕都成功了 今天除了做这两大试验之外 其实我也有些东西想跟大家分享 原来昨天 为所有18岁以上的香港人来说 都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因为政府又派发消费券 卡洛斯有两个身份 我又是澳门人又是香港人 作为澳门人 澳门是很多年以来 都一直每年有派钱给我们的 每年自到有一笔钱 是可以进入到我的银行户口 而因为我住在香港 那么久以来 我也都经历了两次派钱的 一次就是仿效澳门的 就是把现金接过给我们的 但是去年我们经历了第一次的消费券计划 那次我们称为第一轮消费券计划 做法就是在2021年的7月份 就开始派了2000元 那到10月份又再派多3000元 但是去年派送的时候的方法 就跟澳门的派发 跟第一次香港派送的方法都不同 因为消费券的意思 就是说你一定要运用回来消费 而它促进在疫情之下 非常之惨淡的市道 即是说你在7月份到9月份 花不花2000元呢 你就不用自己拿后面那3000元 而拿了后面那3000元 又是要一个月之内洗光它 到了今年新的财政年度 刑事的计划呢 就是今年继续有消费券 而且还会加码去年的两倍 就是一万大元 所以香港18岁的人士都可以拿到 而今次的计划也有改良的 好像第一阶段 即是昨天才向我们派了5000元的消费券 而因为去年已经派过 所以他们已经有了我们的资料 不需要再怎样登记 昨天我拥兜兜拿了5000元 放了进支付宝里面 而今次使用的时间呢 又更加长 可以有7个月那么多的时间 去洗完这5000元 接着再派另外那5000元 那在感觉来说呢 比上一次好很多的 为什么呢 我可以告诉我的经验给你听 因为上一次的第二轮呢 我拿了3000元之后呢 我是想不到怎样的方法去洗掉它 因为疫情都没什么机会出街嘛 最后我只剩下2000元 在支付保护口里面 而去到最后一天呢 你不用了 就要给政府了 所以我太太呢 就叫我用了2000元 来买了一部洗碗机给他用了 但是今次我就有经验了 昨天不是派了5000元的 我立即就想到 怎样去洗清光它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卡路斯 一向都喜欢玩无人机的嘛 但我就一直都有兴趣 去买这部大疆所出的FPV的了 因为它的价钱呢 也一定贵的 但是今次有5000元呢 我就可以用很少的价钱呢 就买到它了 于是呢 昨天我立即去找一间公司 可以先用消费券 给了5000元 然后剩下的价钱呢 可以络卡搞定 昨天我就已经找到 今天我已经洗走了5000元 飞机已经在寄过来了 当然飞机到的时候呢 一定会为大家开箱去介绍的 好了 今天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是卡路斯 喜欢我的影片的 请你订阅 点赞和分享出去 再见